我现在是在富南大学 读了计算机专业 毕业之后我就去北京工作了 现在在产业中心 做一全职义工 学习到达机 工作节奏比较快一些 都是在竞争的状态之中 我们公司收入也是 每年的加薪都是蛮高的 但是呢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名利的奴隶 工资对我来说 那感觉就是一个数字 我就是真的是想 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我的同事也不理解 我的父母也不理解 我父母以为我在学佛 也在想自己未来的生活会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保障 但是我没有后悔 我就不断地学习 去认识到了 人生应该怎么去活